来看到台彩今年推出13款的呱呱乐 春节最热门的2000万超级红包 目前已经送出了141个百万大奖 其中有一对是青梅竹马的情侣党 刮中100万 男子当场感动到下跪求婚 女友也开心地表示感谢神明 让他今年当新娘 明年享生兔宝宝 另外在嘉义市则是有一家人 买了三张2000万超级红包 全部都中奖 其中有一张还刮中了100万元 让他们举呼太不可思议了 裁券行门口放鞭炮庆祝 一对年轻情侣呱众败万大奖 男子既兴奋又激动当场求婚 男生就说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 我们已经交往快十几年了 我们今天终于因为 刮中了这张我们有钱结婚了 竟然就说 对啊我们今年五年结婚 明年可以生个兔宝宝 原来这对情侣是青梅竹马 跑来隔壁涂地宫庙拜拜 入过裁券行看到门口有Q版土地宫 像是在对两人招手 决定试试手气 选择春节最热卖的2000万超级红包 没想到一刮就中 也让裁券行买气抢抢棍 因为我看到他贴那个红包 我就来试试看 也希望中头奖 好运不断加意试这间888彩券行 上周才被客人刮中百万大奖 大年初二这天又有人带了全家人来买呱呱乐 也是选了三张最热销的2000元呱呱乐 结果三张全中 其中一张还刮中百万元 很开心啊 就赶快打电话叫家人一起来分享这个喜悦这样子 台采就公布最强投注占名单 截至2月1号大年初二 开出大红包次数最多的 分别有南投县大亨报彩券行 台北市万华区招财力彩券行 宜兰县千亿商行 而台北市市林的飞来发 更是第十度开出大红包 跟桃园的敬意投注占 并列全国开出最多春节大红包的投注占 春节期间民众抢美彩券 都期盼能被财神爷眷顾当个幸运儿 记者续节夜灵粉台北采访报道